Ryo聊世紀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來看法蘭克人對場薩拉森 這場遊戲是阿拉伯 我們先來看看紅方 紅方是法蘭克 法蘭克人擁有血量最高的騎兵 到地獄時代有小192滴血 前期的話果子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吃果子的話在前期是相當重要的 對法蘭克人來說 法蘭克人的話 工兵比較缺漢一點 這個爵士好見跟工兵護甲 是比較難升到最頂的 工兵系是比較悲劇的 所以可以用這個火槍 或者是用這個指輔兵 去當個射手的一個位置 主要的話也是要靠這個騎兵 去突擊敵人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藍方 藍方是薩拉森人 那薩拉森人的話 剛好就是法蘭克人對面的感覺 因為薩拉森人的駱駝 這血量是整個遊戲裡面最多的血量 我記得可以到170滴血 那法蘭克的游小的是192 也只差了大概22滴左右吧 差不多是這個血量 那薩拉森人的話 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 他的奴隸兵 奴隸兵的話也是對 康特騎兵是最強的一個文明 所以法蘭克人這場對上薩拉森 其實是有點 遇到死對頭的感覺 就是法蘭克真的是很怕薩拉森 那薩拉森出了有血量最多駱駝之後 還有這個奴隸兵 那個弓兵也是相當奇葩 我記得當初 CD5的決定榜乾出來的時候 薩拉森的弓兵 徒步弓兵 對建築物的傷害是加2 欸 加4的樣子還加3 之後好像慢慢一直下修 然後現在變成加2的樣子而已 然後是團隊效果 那他這個能力 既然真的是太強了 封建時代 木牆跟防守 隨便數都射得爆 城堡時代更誇張 只要30隻或20隻的弓兵 變成奴兵 連TC都射得爆 而且射速超快的 好像不用1分鐘吧 就可以把TC射得爆 那個算是比較早期的CD5決定版的一些故事 那時候我覺得這遊戲真是做壞了 每一場都選薩拉森 然後瘋狂就一直射進去了 所以那時候我單挑的分數飆很快 直接飆到1500分 就是幾乎是那時候的前百名的分數了 但是覺得這東西做壞了就不太想玩 所以那時候就沒有一直想要排TNT 因為那時候其實會玩CD5的人沒有算很多 其實打來打去就是那幾個人在打而已 所以那時候 爬分就爬到1500就沒再繼續爬了 好 稍微講一下薩拉森好了 薩拉森他算是沒有任何經濟加成的文明 他的經濟加成的話 嚴格來講是要靠這個市集買賣 才會有這個加成 他的市集成本只要5% 就是假如你賣這個肉 別人升級這個交易科技之後 只能到100肉只能換17斤喔 但是薩拉森可以換到19斤喔 會多這5%的這個獲利出來 所以基本上薩拉森全體靠買賣 也可以打出一番特殊的戰法 那之前也有一些高手也研發出來一個封建買賣流 高速上城堡 或是高速用這個買賣方式 爆出大量攻兵跟刺猴 然後進行大量騷擾 就是買肉流 但這個有點算是走路歷史 已經不太會有玩家會用這一招了 那期待之後的比賽裡 有高手會再用這個戰術來打 但是這個戰術我通常都是打下去不成功變成人的一個方法 所以有點算是ALL IN的玩法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地圖的方面 薩拉森的地圖的話 黃金是在左邊喔 那上面有果樹 下面的話有大量的石頭跟黃金 那總體來看的話薩拉森的地圖還算不錯 除了這個高地的話 要圍的比較萬密一點 可能要圍到這裡來 那盡量讓高地處於在自己的領地內 不要讓敵人站到這個高地 因為只要一站到這個高地的話 不論是這個木牆還是房子 很容易就被敵人攻破了 因為會有這個高打地的問題 而且很容易被控到金礦 那薩拉森也是蠻缺金的一個文明 很吃金的文明我覺得 好 那來看一下法蘭克 法蘭克的話果樹在前面就很糟糕 因為他有一個吃果的加成的一個能力 所以這個果子要怎麼防守 對於法蘭克人來說算是一個一大問題 那後面金礦在後面還不錯 那到城堡石的話 提起也可以開這個位置 可以吃這個樹木 還有這個金礦的地方 都可以同時採集 那這邊也算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這裡可以開的TC也不錯 後方的TC 那這裡也可以開TC 這個石頭跟木頭中間 這些地方都是很適合開C的地方 這樣子的話你開TC就不用再花這個 一百塊的木頭 去造這個採礦領地 可以省下一筆的費用 然後同時會擴張自己領地 好那總體來說的話 法蘭克會比較難守一點 因為他的一個木頭的範圍 算是比較偏廣 右邊的話幾乎沒有可以圍的地方 手的面積有點太廣 所以法蘭克人防守可能會出現點問題 好那兩邊都上了封建時代 沒有人打棒棒 那這邊兩邊都先點下經濟升級科教 一級伐木一級農田 兩邊都點下 那這邊薩爾森打的是一個 誒?刺猴流 而不是弓兵喔 其實以前看到薩爾森 都會直接很直觀地想到 哇他封建已經打小弓 不然他小弓打建築物太快了 隨便射個幾下 這個建築物很容易就被射出殘血 但其實在高手對決裡 現在這個打法越來越容易被守住了 因為像高手也知道 我只要一個單射箭場 你即使是22匹小弓 我單射箭場 戰毛 毛兵直接給你對射 再出點肉馬 輕鬆就去守下 可能連肉馬都不用 所以這個方法 比較會越來越少人打 但是22匹小弓這個戰術 對於在1400分以下的玩家來說 還是相當有威懾力的 很容易就用兩個射箭場 直接射爆一個玩家 那這邊長壁直接硬戳 但是肉馬這邊硬砍 沒有砍到一串 這一串的村民殘血半血跑掉了 但是長壁沒有繼續戳這個肉馬 肉馬只被戳掉了一隻之後 兩邊都損失了一隻馬 但是這隻刺猴直接衝到TC 下面是什麼意思 好 那這邊長壁跟這個互打 那還用這個村民扁了一下 順地剪掉了這一波 殺了神進攻 那第二波攻勢會再繼續延展下去嗎 看起來 肉馬還有在按 OK那應該還是要繼續打這個肉馬 而不是要打這個弓兵喔 那打這個肉馬開局的話 會有點劣勢喔 因為這邊法蘭克人喔 這個血量喔 天生就有這個20%加成喔 那你看他從封建時代喔 即使沒有點這個品種 雖然他品種不能點啦 所以這個血量還是會比一般的喔 這個 刺頭血多一點喔 但是相對來說喔 如果薩爾森這邊有去投資這個馬的這個血量 點下品種的話 直接多4滴血會變65滴喔 那就可以贏過法蘭克人 所以法蘭克人在封建時代 如果打的時間越長的話 其實對法蘭克是越來越不利的喔 所以法蘭克這邊應該是要趕快進城的喔 省下一些資源 然後用最少的資源守住 上到城堡時代 去打騎士 才可以慢慢打出自己的優勢來 然後這邊先加速一下喔 兩邊應該都會開始圍家在農了 沒有要打一個決戰了 那兩邊都在農 把自己的家裡圍起來 這邊會衝進去嗎?不會 長江兵那邊熟了 哇兩邊其實的兵力不熟 都已經蠻到位的 薩爾森這邊也是喔 長江兵有按 結果這裡有一隻長江兵被爆給咬死了 所以這邊長江兵只剩三隻 OK長江兵過來直接硬戳 戳死了一匹馬 這邊薩爾森賺到一匹馬之後 直接回頭 會上高地反擊嗎?沒有 OK 但是自己薩爾森的肉馬已經衝出去外面了 我衝到外面之後 會要怎麼衝進去嗎? 這裡要堵死嗎?還是不堵死呢? 感覺這裡反而會出事 直接走進來了 哎呀 正式衝進來了 衝進來之後 這邊的村民只能逃散了 這邊收村民無事餘補 看來註定要少掉一村了 一村掉了之後 這邊伐木場也要大難零頭了 家裡的兵 但這個長江兵還是不安 有按一隻長江兵出來 這邊趕快圍起來之後 那反而客人雖然被收到一村之後 點下城堡石彈 但是薩爾森這邊早就點下了 好 那這邊大量的村民要直接硬扁嗎? 這樣硬扁是好事嗎? 可能會不會再撿一村喔 會再撿一村的話就很傷了 反而客人 踩差一滴血 哇來不及打到這一隻殘血村民 但是又順利擊倒了一隻村民喔 獲得兩殺 哇這兩個村民直接拉開經濟喔 這邊反而客人居然是36村喔 已經被殺了兩村了 但是村民是比薩爾森還要做 薩爾森看起來是有靠買賣 然後斷了一下村民 所以這邊村民是有點少少的 少了一點 這就是為什麼世紀帝國裡面喔 這個 斷村是一件非常傷的事情 欸靠他這裡還是要一村 什麼薩爾森村 哇薩爾森這四隻肉馬已經賺爛了 好 那移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薩爾森決定還是要繼續打馬 但是他並非要打駱駝 而不是打那個騎士 那薩爾森的騎士是比較慘的喔 他只能生 欸他是不能生到重裝騎士的 但是駱駝是可以生到重裝駱駝的 所以打駱駝的話 對於薩爾森來說還是比較吃香一點的 對方是法蘭克吧 法蘭克十字八九 還是會打騎士進攻的 好薩爾森這邊選擇先開農喔 二級法木二級農田先點一下 TC沒有先點喔 打的方式算是蠻獨特的 那如果他要開TC的話 這個位置是相當不錯的喔 剛好可以卡在黃金這個位置喔 那如果再往前開TC的話 這裡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如果這邊要趕快去挖到這個石頭 拿在那邊插個城堡 守住做兩塊支援點會比較重要一點 而且這是高地喔 千萬不能讓敵人把這個城堡蓋在這個位置喔 畢竟這裡也是一個門面的一個地方 好那目前看起來 下面這邊進攻 只要靠一隻弱頭就守住夠了 欸有可能被打進去嗎 欸沒有關係 欸哇一刀直接砍到半血啊 但這弱頭傷害多高 高打低的時候傷害就會猛 好駱駱繼續在追一擊 但是後面的駱駱也在追 欸來到這邊看到 欸對方果然就是提示喔 但是法蘭克的提示一都是喔 一開始就會送上這個二級農田喔 那法蘭克的話一開始就會送這個一級田喔 然後再來就是二級田 看這裡怎麼會有洞啊 呵呵呵 這裡居然有洞喔 他直接跑進去了 所以他並不需要耗費資源 去點這個重型農耕跟一級田 所以在前期來說 對法蘭克算是比較輕鬆一點喔 比較不會有這種經濟上的升級壓力喔 那這邊省下的資源就可以去爆大量騎士喔 好但是這邊駱駱竟然硬砍村民效果奇妙很好 因為駱駱駱算是一個被動的一個單位 要當主力的話 打這個其實算是比較好的 但是要來當一個騷擾單位 算是有點不太行的 那他本身是很怕箭手 又怕長槍兵的一個單位 好那長槍兵過來一直硬戳 駱駱其實可能要先撤退了 好那順帶一提喔 這邊駱駱血量其實很高 你看這130滴血 那這130滴血是因為這個駱駱 薩拉森本來就有加10滴血 那再點一下這個銀罐喔 幹科技 這不是我要罵長話喔 是真的喔 薩拉森這個科技叫做幹 他在科技點下去之後 駱駱又再加20滴血 然後品種又加20滴血 然後可以到170滴好了 那這邊駱駱應該是要送光了 送光之後只能往後撤了 另外這個駱駱對阿 長槍兵就是無力回天啊 然後外面也被鎖住了 結果這邊按了一隻騎士 是什麼意思 不只按一隻喔 完蛋這個要被導走 要不要置滴 沒有置滴 看來很極限逃脫了 這裡還有一隻長槍兵 還在戳這個四級 居然把這個四級戳到著火了 但是我覺得這邊 薩拉森出這個騎士 就有點尷尬了耶 因為你看這個騎士的血量 只有120滴血 但駱駝他是有這個 130滴血 還多10滴血喔 那出駱駝還是比較好一點 但是除此之外 薩拉森並沒有繼續 爆更多單位喔 而且這個防衛動沒有點下 那在家裡喔 開下大量的TC 好 TC都開好了 那法蘭克只開下一個 那也確實開這個位置喔 這個祖精有個TC守住 還是比較重要的 畢竟黃金就是生命喔 在四級帝國裡面就是這樣子 好 那這邊黃金 造了之後 有造一個僧侶出來 然後要來撿遺跡回去 欸但這個遺跡 可能要放下遺跡去招搶對手囉 因為這邊騎士已經過來了 但後面有兩隻僧侶 開始招搶 哇直接硬滴掉落傢 不被招過去 還蠻賺的 這邊僧侶要放下遺跡 玩到還回頭來不及了 哇這邊超多點失誤 生女應該也是招得到 直接倒地 哇這個遺跡 還有可能被幹走 哇 這個是 生女外送員嗎 直接外送遺跡喔 但法蘭克卻好像沒有要 把遺跡帶回去的樣子喔 可是選擇 要用這個生女喔 搶在前面 阻止對手 直接暴兵過來 欸欸欸欸 欸這裡 這裡來不及圍喔 完了 哇直接進來了欸 那這邊主經會很慘喔 這邊馬上在補一個TC 但來得及嗎 駱駝這時候還沒有爆出來 防禦也沒有點 好那這邊生女 稍微反制一下 對方騎士進攻 但三隻生女慢慢走進來 欸又回頭了 哇 薩拉生這邊4TC喔 有點狠 但法蘭克蘭這邊是選擇喔 去用強攻方式喔 雙TC爆騎士 然後轉出這個重裝長槍兵 看來是要直接硬出這些駱駝喔 但其實 乍拉生這邊做的事情比較簡單喔 趕快挖石頭 在這邊插城堡 或是插城堡插入中間位置喔 基本上喔 你不要去跟對方硬拚這個長槍兵的話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那接下來呢 乍拉生要做的事 就是瘋狂農 把自己精力農起來就好 那駱駝偶爾出了幾隻 那主要是靠真律喔 去抵抗對手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刺激這邊被拆掉之後 要衝進來了嗎 這邊僧侶直接招翔 能招到兩隻 欸來不及 OK那只能撤退了 法蘭兵這邊直接戳進來 要戳了嗎 要戳了嗎 欸不戳不戳 只有四隻而已 不敢冒進喔 因為法蘭克這邊的王牌喔 其實是長槍兵喔 這個騎士喔 沒辦法硬砍駱駝 可能會被砍到頭過血喔 但是如果在裡面加幾隻長槍兵的話 這個戰況就大大不同了 但是場上變升級跟科技的消費喔 其實也讓法蘭克人的經濟出現了一點問題 更久就有三次喔 那薩拉森這裡有87村喔 不能再多了 真的太多了87村 好 那這邊法蘭克覺得第一村民有點少 也慢慢補下後面第三個TC 那這邊薩拉森只用了一些生侶喔 想要去抵抗對手 這邊 法蘭克要來主攻了嗎 要直接硬上啦 孫女一直往前走 就代表他想硬上了 好 但是這邊有怕一隻騎士跟赤頭想要來硬砍孫女 但孫女已經泡到市場後面 好 那這邊砍一砍 欸 結果 欸 城堡真的蓋這個位置喔 OK 那城堡蓋這個位置的話 這邊所有的地區農田都可以守住 那只要農田可以繼續運作的話 對於後續的一個 產這個 駱駝 也比較簡單一點 村民也比較不會賺村 但是問題來了 長下面如果我直接過來硬砍的話 駱駝可能會損失慘重 那這邊要趕快靠這個城堡 直接硬打比較好 但這邊孫女也直接硬上喔 但城堡這時候已經蓋好 怎麼辦 大量村民直接進村 村民直接先射死兩隻 哇完美 那這邊 法蘭克這邊是大敗阿 好 那這邊薩拉森只少量 死了一些村民喔 村民說還有86村 村民還是領先大概10村左右的 而且主要部隊都沒有受傷喔 還是靠這個提示喔 射死蠻多長村兵的關係 那這邊只能節節拜退喔 法蘭克只能幹著遺跡往回走了 法蘭克這邊其實 受到蠻大的傷害喔 這波 並沒有傷到經濟之外喔 自己的經濟也沒有拉起來 對法蘭克人實在是很傷喔 但是好消息是喔 這個遺跡是在慢慢搬的喔 搬了兩個遺跡回家 但是這邊薩拉森也只搬了一個而已 那剩下兩個也都偏 法蘭克這邊喔 如果法蘭克這兩個遺跡 也可以拿下的話 就可以拿到死遺跡了 法蘭克這一跡的話 如果能越拖越久 拖到薩拉森沒進的話 就有可能逆轉了 那我覺得現在法蘭克要做的事情 就是趕快挖石頭 然後挖石頭去把這個中央位置喔 這個高地喔 插滿城堡 然後去挖石頭 然後這裡也插城堡 插城堡插城堡 插城堡 敵就可以了 然後把裝置支援點給守下來 然後盡可能喔 去爆出這個直斧兵喔 或是火槍兵 還有這些長槍兵喔 去同胞對方的駱駝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因為如果現在一直出 騎士的狀況的話 還是太容易被這個駱駝給吃光 或是這個奴隸兵喔 都有可能 好那薩拉森這邊基金很好的關係 已經優先點下了帝王時代 然後城堡蓋在這個高地點 完美 這個高地喔非常好 那蓋完高地之後 這邊還可以開個TC喔 那經濟就會更讚 但他自己TC已經有點多了 要不要開TC有點算其次了 因為已經到帝王時代的情況下 村民這個時候再補 已經都在補個30村喔 30村左右而已 130村應該就夠經濟了 然後後來的兵喔 就直接一直爆就可以了 就不太需要再產村民了 所以TC要不要蓋 現在這裡有點見仁見智了 好那這邊正面補下了一個城門 這樣比較方便自己的一些兵隊喔 進出這裡的領地 結果這邊是轉出馬功喔 哇有想法喔 這邊薩拉森居然是沒有駱駝一直線喔 反而是轉出了一些馬功喔 那薩拉森馬功也算是蠻完美的喔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工兵文明喔 但他這個徒步工兵 對於建築屋的傷害增加效果 是沒話吃到馬功的 但本來弓箭手本來就不是 要去拆建築屋的單位了 所以這個能力可有可無 對馬功來說 那馬功的話薩拉森也是ok的 因為他有安息人喔 也有這個拇指環 所以射起來速度也是蠻快的 所以剛剛城堡是在投資的這個品種能力喔 也可以在這個馬功上增加這個血量 血量可以到高達71血 好那如果是打工兵的情況下 法恩克人會很難打喔 因為法恩克人這邊是打的是 騎兵的一個主流喔 然後再加上這長槍兵 那如果這時候薩拉森轉出馬功的話 又轉出這個安息人戰術 那長槍兵的血量會掉很快 可能這個幾發就快或不行了 那看一下法恩克人怎麼打比較好 結果法恩克人真的也是各種插城堡 但是這邊沒有插一定可惜喔 這邊也是蠻重要的地方喔 但是這邊有這個薩拉森的兵隊 這邊巡弱其實也被看得嚴厲了 這個哨蛋也插得不錯 好那這個地形看起來 法恩克人也很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事情啊 趕快先把城堡插起來 便利自己的城堡價格很便宜 是全有戲裡面最便宜的價格喔 結果這邊出這個倒溝斧喔 啊完了 他出倒溝斧就有點 陷入對手的一個陷阱喔 因為我們剛剛是不知道薩拉森要出馬功的情況喔 所以他出這個直斧兵喔 算是有點方可對手 直斧兵加上這個長槍兵喔 可以直接戳爛對方駱駝 但是如果他這時候打這個直斧兵的話 直接馬功打一波 這個直斧兵絕對受不了 直斧兵是超級害怕弓兵的 還有害怕火槍兵喔 因為本身直斧兵算是步兵單位喔 升級工坊也是要升步兵的這一條路線喔 好那馬功這邊升級也升差不多了 拇指環跟化學也在點了 那重中落後也在升級 大勝經濟越來越好了 村民樹也來到127吋也快要到了極限了 但是法蘭克這邊也是慢慢的農 但是農的速度並沒有那麼好 村民樹還是有點差距 大概差了17吋左右 好那這邊要決定要來不再差這個高地寶了 欸 這個怎麼位置都空講的一樣啊 我自己有點嚇到了 這個看來大家想的東西都差不多 只要有資源點的地方有高地喔 就想拆他城堡守不下喔 順便擴大自己的領地範圍喔 好這邊常用兵過來直接硬戳 這邊駱駝駝駝血量直接掉很快 哇有一隻快要死了 哇直接被戳死一隻駱駝直接往後撤 那這邊算是前哨戰喔 這邊去偵查而已 並不是要真的開打 好那這邊有一隻村民來蓋哨戰 然後被這隻起司抓包 直接躺在地上抽了 好但是這邊的常用兵也過來 也來偵查一下看他對手的兵力組成是什麼 欸這隻駱駝也落單也被戳死了 但是看到這邊大量馬弓過來 哇法蘭克會不會一瞬間傻眼呢 好他看到這邊覺得沒救了 要直接硬上了嗎 看這邊硬上感覺有點問題 欸不對吧 你看到大量馬弓你還點擊兵啊 哇這時候應該是要去硬點這個戰矛才對阿 雖然這個戰矛沒有三級防也是很容易死的 但是我覺得還是得靠點戰矛 好不然就是要除這個奴炮 現在法蘭克只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是這個奴兵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奴炮 不是奴兵啦這個戰矛 好沒錯 好那這邊大量馬弓跟駱駝直接到中間這個位置 但這裡沒有城堡有點危險喔 這邊出門可能要先落跑 不然有可能被這些馬弓給射光喔 那法蘭克人對於馬弓的話確實有點難打 這裡沒有優雅的情況下 馬弓要包起來打的真的是有點困難 好那這邊決定要直接正面硬剛了嗎 好這邊直接射包一直擊兵 這是純免落單 好這邊已經直接壓在這個高地點 很傷阿 那法蘭克人其實現在還有另一個選擇喔 那就是出火炮 火炮的話要先點下化學 那看起來是還沒有點化學 反正是在點這個鐵鎧甲再升級 但是薩拉森這邊也沒有去點這個巨頭 就蠻怪的 那巨頭沒有到前線喔 壓這個地方也是很特別的 好但是裡面有差有城堡就比較安心一點 有城堡的話就可以限制對手一個 繼續殺到的動作 好那這邊薩拉森點一下了狂熱技術 狂熱點一下之後鑄鐵技術奴隸兵全部都點了 看一下炸 開沙克人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可能會瞬間拿下喔 zones 槍 不然變成狂熱 OK 那現在狂熱技術生好之後 這個駱駝血量就會到170滴血 好 那法蘭克這邊 由於這邊打不贏直接打錯的技術 這個指輔兵喔 肉馬全部單位喔 這些全部單位都很怕馬攻的 騎士雖然是可以conquer馬攻的 但是也要到游小 沒有到游小的話其實血量還是太少 而且雖然也不夠多 但我覺得這邊法蘭克頭一點太快了 但是他確實喔 對於這種馬攻陣型也是很難解決 但是我覺得法蘭克有點事情太炸力喔 不然他其實這些資源喔 還是可以轉出一些火炮啊 或者是奴炮去反制對手的 這些組成單位的 可能 我也不太確定欸 我覺得這邊薩爾森是打得不錯 這邊轉這個馬攻非常關鍵 然後這個駱駝血量也是超高的 那這樣打起來的話 薩爾森確實沒什麼太大問題 要直接尼亞也是OK的 而且這邊駱駝兵也在出啊 哇這個駱駝兵的血量也是很高 有130滴血 然後攻擊10加而且還是精銳的 那也有可能是看到大量馬攻 還有這個奴隸兵也出來了 法蘭克也只能打出GG 那看一下經濟吧 經濟的話 應該也是薩爾森全運喔 對 這邊經濟太碾壓了 出了個村民爆的比較快喔 法蘭克中間那一波進攻失敗 有點算是已經宣告這場已經輸了喔 然後後面的騷擾也沒有騷擾到任何東西 這邊法蘭克也只能打出了GG喔 好啦那今天影片我們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